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熊路新赛季的三场比赛,输掉了两场,上赛季战绩联盟,第一的熊路,好似失魂一般,连尼克斯这种顶级,于南也能输,而且熊路,并不是被靠背,这场比赛熊路核心,杨尼斯数据依旧不错。 全场比赛,31分钟,15中9,3分5中1,罚球13中8,拿下27分13篮板,5助攻3抢断,命中率60%,3分命中率20%,但这数据却无法掩盖他防守端的下滑,跟他对位的兰德尔更加出色。 全场比赛,37分钟,17中8,3分5中3,罚球11中10,拿下29分,14篮板7助攻1盖帽,命中率47.1%,3分命中率60%,杨尼斯,连篮斗都防不住了,尼克斯,被称为烂尼,此前的两场比赛,都是大败,赋予步行者与76人,谁能想到他们,在熊路身上,完成了暴浪, 这场比赛,再次看到杨尼斯,在防守端的下滑,自从上赛季拿下了,最佳防守球员后,杨尼斯的防守,都迎来了断崖式的下滑,在第一场面,对绿凯的比赛中,杨尼斯是输球的,最大祸首,其一是因为,关键两罚一中,其二就是连续贝塔图姆,杰伦布朗,拉开单打,中场前1分17秒, 米德尔顿两罚全中,帮助熊路117,比115,反超2分,杰伦布朗外线,持球单打杨尼斯,布朗晃过,字母哥2分命中,下一个回合塔图姆罚球线,接球被打杨尼斯又中,杨尼斯的防守,一下子这样差,熊路如何赢球,他是熊路的,攻防核心啊,他的防守,滑坡熊路的体系,就被轻蚀了, 杨尼斯本赛季的防守效率,111.8,还在全队第七,全联盟,第161,上赛季的杨尼斯,防守效率联盟前五,他带领的熊路,是联盟防守最强的队伍,19-20赛季熊路,56胜17分,防守效率,102.5联盟第一,防守是熊路的,迎球根本,而本赛季的熊路,因为杨尼斯防守端的下滑他们,沦为了防守弱队, 本赛季的熊路防守,孝帅114,排在联盟第22,也就是说,熊路的防守效率,下滑了整整21位,杨尼斯若无法重拾,上赛季的防守能力,这只熊路,别说真惯了,东部前五的席位,都有些恼火,三场比赛只赢了,硬实力雷弱的勇士,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